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今天有一個溫哥華的朋友就給我打電話說 他剛剛加入了一個微信群 這個微信群是前兩天剛剛成立的 到今天中午的時候就已經有了500多個群友了 說明這個群非常受歡迎 因為這個群是溫哥華某一個社區的華人 他們組建的互助互救群 會給大家增添很多的心理上的安全感 所以受歡迎,參加這個群要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是在那一個社區的居民 不是說整個大溫地區,他是那個小的社區裡面 居住的居民是華人 第二個條件就是要擁有武器,要擁有刀、槍這一類的武器 同時這個加入群的群友都要承擔一個義務 就是當其中任何一個群友受到了攻擊的時候 你可以理解為受到了其他族裔的攻擊的時候 其他的群友有義務盡快地趕到現場 而且是帶著傢伙去支援那個受攻擊的群友 所以這種安排,這種建群的宗旨 會給很多人給他們一種心理上的安全感 所以說很多人就加入了 那這個朋友就問我是什麼意見 我就老實跟他講了,我說現在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我認為按照這種套路做下去 最好的結果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也就是說這個群沒有起到作用 如果是有事情發生的話 那極有可能就是有負面的效果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先來看一看我們現在加拿大的華人 同時也是北美洲或者是包括西歐那些國家 大家所面臨的一個共同的處境 以前這幾十年在這些地區的華人 大家都是安居樂業的 不怎麼需要擔心這個種族歧視的問題 更不用擔心排華的問題 現在局勢有一些改變了 這一場的大災難肯定會造成這些國家的 這些社會的人員的傷亡 這會是對於整個社會有一種衝擊力 對大家的心裡都有一種衝擊力 同時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 這場災難會造成經濟上的大蕭條 甚至是大崩潰 經濟蕭條崩潰發生了之後 就有很多人失業,很多人就沒有收入了 雖然政府有各種各樣的救濟的措施 有福利,大家餓不死 但是要想維持以前的生活水準、生活方式 對於很多人來講就是不可能了 而且這一段時間可能各國包括加拿大 都要實行一些社會隔離的措施 很多的娛樂活動、體育活動、文藝活動 都沒有辦法參與了 這也會給一些人的心理造成一些負擔 尤其是那些洋人他們是經濟特別充沛的 喜歡玩樂的 那麼這一下子被憋著了 心裡面就有股怒氣 這股怒氣他就要找到一些發洩口 一般來說這些社會發生了這種情況之後 大家的發洩口一般是找政府去發洩 所以說這一段時間,今後這一段時間 有一些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權不保 政客、政黨被拉下台 這個是可以期待的,極有可能發生的 在那些非民主國家、專制國家 甚至有可能發生革命,包括中國 那麼還有一種可能性呢 就是在加拿大這種國家呀 就是他可能有一部分人會把這個負面的情緒 會轉向某個特定的族裔、特定的群體 那麼現在大家華人擔心的就是 會不會轉向我們華人這個群體 因為畢竟現在的這場災難 這個是發源於我們的祖國 發源於中國的 所以說來自於中國的這個人群是不是會受到 大家的這種區別對待,受到歧視 甚至是受到攻擊,這是大家所擔心的 那我覺得這種擔心在加拿大、在歐美國家 是不太必要的,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是在這些國家普遍的來講 老百姓的公民數字比較高 而且高數字的人他們一般的是掌握著這個國家的權力 和掌握著社會輿論的這個影響力的這一批人 大家都知道在歐美國家特別盛行的是政治正確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政治正確 就是絕對不能搞種族仇恨、種族歧視 所以說在加拿大無論是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哪怕是經濟徹底的崩潰了 也不可能出現說社會輿論 就來把華人這個群體作為一個攻擊的對象 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 第二個條件,第二個這個因素就是 加拿大是一個法治非常健全的國家 經濟體系可能崩潰 但是法律體系不可能崩潰 這是他們的底線 所以說只要這個法律體系還在 那麼針對於華人的或者針對其他任何族群的 大規模的這種這個語言的攻擊 甚至是這個暴力的攻擊那就不可能出現 所以因為這兩個因素 我對於在歐美地區的華人 這個今後的這個安全還不是那麼擔心 個人層面的攻擊可能會出現 尤其是語言上面 因為我在前幾期的視頻裡面也講過 任何社會都有一批壞人 都有一批就有變態心理的虐待狂 他們總是在找機會去攻擊那些他們認為是 比較弱勢的個人或者是群體 那麼華人在西方社會都是屬於少數民族 少數族裔那麼對於那些壞人來講 人數少力量就小你這就是弱勢群體 這樣的情況下再加上現在的這個大災難的背景 他們極有可能去找華人的麻煩 但是這只是社會上的少數人 只是個別的情況,他們不可能是說形成一股潮流 因為整個社會的輿論、整個法律體系 對他們的制約還在這兒 他們要想做壞事他也得考慮到成本 他也得考慮到是不是會遭到全社會的輿論的踏罰 是不是會遭到法律的懲罰,考慮到這些 所以說他們的行動也是會受到限制的 當然是還有一批又愚蠢的又壞的 他們判斷不清楚這個形勢 他們可能會以身是法來攻擊華人 這種情況一定會發生,但是一定不會太多 那麼發生了之後怎麼辦呢? 面對著這些個人層面的攻擊,大家怎麼辦呢? 如果是語言的攻擊,那當場就跟他怼回去嘛 吵架還不簡單嘛,任何人都可以吵,不要怕 如果是肢體的攻擊,那麼就要看當時的情況了 我的建議是一般來講,男人你無論是對手 是什麼樣的人,哪怕是他比你可能高大一些 可能健壯一些,但是他要是打你的話 你趕緊打過去,因為兩軍相逢勇者勝 街頭打架也是一個道理,勇者勝 不見得說他的肌肉比較發達,他就一定勝 因為人體上面有很多比較脆弱的地方 你只要會攻擊他脆弱的地方 就把他給徹底的解除了他的攻擊力了 所以只要稍微的訓練一下 或者是當時這個氣頭上來了 就這麼幹一下,最後就能解決問題 當然還有一種情況 對方可能是兩個人,可能是三個人 你這個時候就不要逞強了 能跑就趕快跑,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 這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時期 進化過程當中形成的一個本能 運用這種本能一點都不丟臉 而且你在一邊跑的過程當中,還可以一邊打電話 用這個蘋果手機,你把旁邊的那個鍵按五下 馬上SOS的這個信號就出來了 警察馬上就知道你在哪裡了 那麼警察來到現場去阻止那幫人 肯定比一般來講,比這些群友來的速度要快 而且警察他們是受過訓練的 知道怎麼樣對付這幫人 怎麼樣用適當的方式對付這幫人 你如果是把這些群友叫過來了 比如說群友來了十個八個都帶著家夥 帶著刀槍來了 那麼這個時候你就給自己增添了相當大的風險 也給那些群友增添了相當大的風險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這些群友裡面 如果是萬一是有一個人 他不知道怎麼樣使用武器的擦槍走火造成人員的傷亡 有可能沒把這個打你的人 沒把這個使用暴力的這個壞分子給打死 結果把你給打死了,那不就不划算了嗎? 或者是把其他的街坊鄰居給打死了 把路人給打死了,那是不是會造成這個不利的結果呢? 那還有一些群友他可能本身他就有暴力傾向的 他就是在找機會在使用暴力的 這時候得到一個機會他就用一下 那麼最後呢,這種結果是什麼呢? 這都算不上是正當防衛 這是違法呀 因為對手除非是正在傷害你 而且是正在用武器傷害你的情況下 那你可以用槍把他給擊斃了 否則的話你是不能這麼做的 這麼做最少就可以算你是正當防衛 甚至是可以算你故意傷害 甚至是可以說是故意殺人 那這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那個使用武器造成傷害的會負法律責任 那你叫他過來的也是某種程度的共犯 那你也要負相應的連帶的法律責任 所以說這種違法的事情盡量的要避免 你如果是把人叫的多了 你就沒辦法避免 你就沒有辦法掌控整個局面了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風險 這是在個人層面風險 那麼還有呢 就是這種事件發生了之後 會對於整個華人社群族意 會造成一種不利的影響 因為這種事件只要發生一次 那麼整個社會就全知道了 會引起輿論上的軒然大波 那麼就可以在其他的族意裡面形成一個印象 就是說華人他們是比較會使用暴力的 在這種法治健全的國家使用個人暴力 這個是不會受到其他的大多數人的接受的 那形成了這種負面的影響之後 那麼在今後他們制定移民政策就會不利於華人 在今後的這個就業的或者是做生意的這個過程當中 也會對於華人整個的群體不利 所以說這種形式的這種互救互助 我覺得不必要的 是有風險的 是有負面作用的 當然了我絕對贊成 在這個時候大家一定要互救互助 只不過是要採取其他的形式 而且我絕對贊成大家一定要組織起來 用各種各樣的網絡上面的手段 在現實生活當中大家都要組織起來 組織起來幹什麼呢 不是說去五刀弄槍 第一個就是要對於整個社會的這種影響力 大家組織起來之後就比較容易形成 比較容易搞宣傳 比較容易對其他的族意講一講 有一些對我們有利的事情 那些對我們不利的事情 我們也要跟他講清楚 消除他們對我們的這種不理解、偏見 那還有一個就是遊說這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這個政治機構 遊說他們讓他們在制定政策的過程當中 對我們華人有利 做到這兩點 這是一定需要這個組織的力量 一定需要大多數人的參與才行的 而我們華人過去在這方面做的是嚴重的不足 大家看看猶太人 他們在這個二戰之前 在前面的好幾百年他們在這個西方社會是受到 極端嚴重的歧視甚至是迫害的 那在德國是最嚴重的 他們對納粹對他們的迫害那簡直是慘絕人寰 但是二戰之後他們就吸取教訓了 他們不是說埋頭賺錢 而是他們積極的介入各個國家的政治活動 尤其是美國的因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國嘛 所以說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非常大 這些人在美國的華盛頓的國會山莊 他們的遊說能力據說是在各個族裔裡面是最強的 各種各樣的這種遊說團體他們都有 所以說華人在這方面要向猶太人學習 現在的猶太人學習,同時也要吸取過去猶太人的教訓 那麼無論是對於普通民眾的宣傳 還是對於這些政治機構、政治人物的遊說 都要掌握兩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就一定要和中共切割 因為這次中共闖禍闖得太大了 全世界都不會放過他們,全世界都會以他們為敵 第一,因為到時候真相大白之後 無非是兩種結果 第一種結果就是這次災難是他們故意製造的 那麼他們就犯了反人類罪了 那麼第二種結果就是他們隱瞞這個情況 隱瞞真實狀況最後造成了災難 從中國蔓延到世界各地 那麼最後也要追究他們的責任 所以說最後全世界追究中共的責任 這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無論趙立江、華春瑩他怎麼甩鍋 最後全世界都會形成一個共識 等到這次災難過去之後 甚至是災難還沒有過去 大家就會聯合起來對付他們 而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海外的華人 還要跟中共認同在一起 綁在中共的戰車上面 那麼我們在這些國家的 在全世界的地位這個形象 就會受到極大的損害 第二個要點就是要強調 我們是中共的受害者 而且是第一批受害者 中國人、海外華人是中共的第一批受害者 你們其他族裔的人是第二批、第三批受害者 所以說第二批、第三批的受害者 你沒有理由去歧視、去攻擊 第一批的受害者 反而大家應該聯合起來 向那些加害者、向中共向他們去問責 這個道理是特別容易講通的 只不過是大家要把它講出來 大家一定要團結起來 把這個道理向我們所在的社會 向其他的族群講清楚就好了 我們華人今後的日子就好過了 所以說現在我們海外的華人 是絕對不應當維護中共的 維護中共那就是與全人類為敵 就是與所有的海外華人為敵 那麼最後我們就應當把這批人 從我們的群裡面踢出去 在我們所在的社區要孤立他們 讓他們成為少數 讓他們跟著中共一曲去倒霉吧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